當時又不高興主流化遇到台灣禰猴是怎麼回事 好 首先呢 好 當你呢 想到台灣禰猴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 下一頁就先 好 再按一下 你會想到什麼 封道符 下一個 有沒有 先封道符 還是 下一個 現在目前會不會擋到大家 還是這種兇狠搶食的印象 你想到什麼 兇狠搶食 真的齁 好像最近就變成這個樣子對不對 可是這個印象怎麼來的 是你親眼看到還是透過媒體報導 好 你看其實我都要下一頁 好 那麼呢 接下來這個是要讓大家討論 為什麼我們要保育台灣禰猴 我們一開始就先來問大家這個問題 為什麼它會是保育類的物種 為什麼 也許不是去問為什麼 因為這個有點科學性的這樣子 但是我們來問大家 你覺得為什麼我們要保護台灣禰猴 每個人跟妳講沒關係 只有台灣有 只有台灣有 那個叫做 還有呢 生物多樣性 就是為了生物多樣性 就是多一個保留一個物種是對的 然後再來呢 還有沒有想到都可以講 為什麼要保育 台灣禰猴 為什麼 蛤 蛤 蛤 英文是這樣 是 也可能說是數量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可以再檢討一下這樣子 不是一個實驗 對不對 蛤 我覺得也是一個實驗 一個實驗 怎麼說 你現在把它保育 現在不是已經有台灣禰猴過多的問題嗎 台灣禰猴過多的問題嗎 對這個好像 人和動物的相處之間 就是包括食物啊 都是這些問題 那是不是這個答案 他也是當作人實驗 這個部分 這個問題其實也沒有標準答案 不過我們就是說 大家都可以來想 那因為我們就是從我們自己的想法裡頭去檢視 我們對保育的看法 對一個物種的看法是什麼 那它的數量多還是 它數量的增加這個問題 好像 沒有 沒有任何的那個 新的研究出來喔 不過 嗯 跟人的衝突思路真的是有增加 好 那它 還有沒有 還有就是 人類動物的那種 態度 需要 重新教育 我覺得 他那個衝突 主要來是 不只是玩人有點習慣 剛開始不帶東西 為什麼餵他 可是造成他們後來攻擊人 是 所以 為什麼要保護他 為什麼要保育台灣人 從事業保護他的棲地 保護他的棲地 就是說你意思說保育他是代表還有一個是棲地的這個保育的這個部分 還有沒有 這個好像有可能對不對 這個好像有可能對不對 還有呢 每個人都可以有答案 有關心如果說回去也許可以再想想看 好 接下來我問第二個問題 喔 台灣民衡為什麼要下山 15夠 蛤 15夠 還有呢 太多了 太多了齁 飽和的時候往下 還有呢 三下的食物比較好 三下的食物比較好 容易取得 容易取得 用過 用過 好看 幫我按一下 最常問的就是這個嘛 三上七粒消失破壞或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往下 但是剛才有 剛才廖老師有提到說 有可能齁 在哪個相反 是因為太多了 所以他族群就往外擴散 那接下來是 胃出來的 很容易取得嘛 所以他只往下 再來 水果好吃 是以下山或是 我們的果園入侵了他的棲地 因此他要下山 接下來 研究調查夠不夠 其實這樣好像沒有任何的科學數據 來告訴我們說 舊底下的數據數有沒有增加 不過就是說 學者他們有研究 就是 人為的介護 好像 真的會讓這個魔魔 帶頭子 帶秀的數量會增加 還有再是其他 那這個部分 也許就是我們 需要我們大家去 去把它填補的 就是說為什麼 臺灣民喉要下山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舊底下的數量有沒有增加 還是說 是因為 他跟人的衝突增加 那人的衝突增加 就是說我們的基地 已經開始有 有這種 互相交界的 有重疊的這個部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問這個問題 就是說 那臺灣民喉的生態轉色是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沒有 對啊 但是我覺得 我就是奇怪 我們經常是保護一種 一種 一種假 可是沒有聽到 帶動其他的一些 變化 你譬如說 那個 不是去年拍的那個 什麼狼 在荒芙公園 那種蜂狼 然後整個 天翻地霧的 連手反應 為什麼好像 在臺灣 我們比較看不到這種 對 有可能是跟我們 相關的研究不夠有關 對 對 對 好 那 我這邊 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我想問一下 那個 當初就是決定要 保育這個 搶救這個蜂猴 那個團隊是什麼 等一下 其實後面有稍微提到 我想就先講 就是說 台灣蜂猴 請往下 看看去擠 然後 所以說 那我們就要回去看 台灣蜂猴祭祀 麻煩幫我找一下 下去 下去 下面 再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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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跳到那個 我比較前面 再下一個 好 這裡 就是台灣蜂猴是 在本島式人類以外 台灣唯一的領獎類 然後 欸 有一個故事就是說 那個 欸是葡萄牙人嗎 對不對 葡萄牙人看到台灣的時候 就一直喊 蜂猴祀 哇OK的地方 然後他就看到說 欸那個岩石上 怎麼有小人在跳來跳去 結果後來仔細看 欸不是小人欸 是猴子 然後就是跟他們 國家的猴子不一樣 是一個會在岩石裡頭 跳來跳去的女猴 所以他是 很厲害吧 會爬岩石的女猴 接下來看一下 好 然後 石溫猴幫他命名的這個學名 然後這個學名的意思是 源頭的名猴 上次我跟我第一集吃飯 就在講這一次 然後因為他懂 大地我馬上去查 然後他就跟我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那個圓臉的 是源頭的 我覺得比日本的 長臉的還好看 而且我們那個台灣 雖然在台灣名猴 但台灣是特有種 可是在日本變入侵種 他們的本政府非常好到 好接下來 全世界的彌猴 屬於共有22種 這個應該是 好 你看其實柴山呢 他就是 在17世紀的時候 可能會稱他為猴山 所以就是 到現在他還是很多彌猴 接下來是 好 欸 好啊 不是起來這裡 沒關係 我小票我小票我小票 簡單的來講就是說 台灣人猴是領長類嘛 然後全世界的 保育的趨勢 領長類都會列入保育類 這樣子 都是列為保育類 所以你說是誰來決定的 就是 我們有一個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保育諮詢委員會 然後他們會做 他們會做這樣子的建議 然後台灣人猴應該 滿早就被列為保育類 那除了他是領獎類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他是特有種 所以做了台灣有 不過這個部分最近有一些證據 一鼓要推翻他 就說台灣好像也不是特有種 不過現在是特有種就對了 現在的證據還是說他特有種 你剛剛講的那個日本那個 因為日本女友 你說台灣女友是他們的入侵種 對 跟他們日本女友是不同種 不一樣的 他們的臉比較長 我們臉比較遠 所以現在日本我們的台灣女友也有 他是怎麼過去的 怎麼過去的 就像台灣很多外來種是怎麼來的 輸入的 我們都不知道 有可能是被當成寵物 然後就走私過去 或是怎麼樣這樣 所以你剛剛說全世界的聯長 在那邊有個保育 這是個趨勢 對 是因為為了演化上面的研究嗎 這個部分 這個是保育族他們的說法 然後很可能是 因為其實像女長妹在世界各國 比如說星星啊 或是 都是 他們的情況都不是很好 對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 我覺得 光是特有種這件事情 就覺得我們 就是從世界的尺度來看 他其實就是真的 除了台灣瓜 就沒有 不過 究竟台灣女友的數量 比較多 這個我真的是需要多一點研究 因為 上次我參加那個國際演討會 日本的選擇 他們是 他們已經把他們日本的這個 米猴已經研究到說 連他們身上的幾根毛都快要研究出來 這樣子 那像日本他們會 他們那個米猴也有那個 也會造成農業的一些傷害 那所以他們有專門在捕猴的人 然後他們也會做一些移除 或者是人道復殺的這個部分 他們是有做的 但是他們的前提是他們的數量 他們對那個日本米猴的數量 是掌握得非常清楚的 可是我們現在就是因為這些相關的數據 都不夠 所以我們就很難 很難去做一些儲域 那其實 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 台灣女友最大的問題 現在被提到的就是 一個是餵食 譬如說柴山的那個 餵食的情況就非常的嚴重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果園 那不管是餵食或是果園 餵食是屬於人為餵食 另外是果園 果園是 是屬於人為的 就是人為的干預 那這些都會造成了這個 他們的 就是這個 這附近的猴群數量都會比較多 這個是被證實的 就是皮特納的書修會老師這樣 那為什麼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要詢這件事情 你看一個報導 就像剛才我們有提到 我們對米猴的印象都是來自於報導 然後就會認為他就是一個很兇很搶食的這樣子 可是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爬山 特別是比較高的山的時候 譬如我去嘉明湖還有去北插天山 很厲害齁 結果每次都 其實我都 其實就 不懂然後就去這樣子 然後就 就 我他講就是說我去這兩個地方 所以我看到米猴啦 可是齁 他們是看到人是很害怕的 他們就是你很遠的那種山 你爬得很高 在你高的樹上面看你這樣子 猴子很會爬樹 對 那跟你在前山看 或是湖山的猴子灣就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 對我來講 我看到猴子就是 就是那種先鋒倒地的地方 對 可是呢 有一部分的農民或是就會覺得是 對 就是 就能講 金瓜寮西也有看到 對 他餓水 台灣有幾個地方齁 因為那個 中海的林良東老師他有 他有會是那個台灣米猴地圖 然後就有標示出台灣幾個 米猴比較出入比較多的 而且人猴衝突比較多的 那都是跟餵食跟果林有關係 然後就是造成那個農水有關係 這樣子 好 那我一開始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透過媒體齁 好 我們其實接觸到猴子的經驗應該不多嘛 對不對 好 我不知道楊明山的猴子 會不會跟獅山一樣 但是呢 我想大部分對猴子 接觸的經驗應該不多 但是我們透過媒體 對猴子 對猴子的印象 可能就會比較偏向是 把它視為是一個需要 需要處理的標的 如果我們喔 不去談 沒有用站在生物多樣性的立場來看的話 台灣沒有可能就是被當成是個 害獸來處理這樣子 可是今天如果我們喔 了解生物多樣性 然後呢 願意呢 用這個角度出發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會 就會思考更多的面向 就是說 譬如說 我們需要解決 那我們要解決什麼 我們要解決什麼 我們要解決什麼 那我自己報導的經驗 在台灣以後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覺得很痛痛 因為 我一開始要談台灣以後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喔 我也覺得 真的是很難去 是很難解 在台灣社會目前是很難解的一個問題 所以也是拋出來讓大家 可以想一想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 有機會可以激盪出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想法 其實我不害怕 我們剛才在講這些問題喔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沒有提到 譬如說 明猴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為明猴啦 我上次去那個 去壽山採訪的時候 遇到那個國家公園警察 因為他們現在籌備處 所以他們沒有正式的編制 那個是 雖然那個警察喔 是從附近的那個小隊 就是來支援的喔 然後這個警察呢 他每個禮拜五跟六 都必須要去那個 那個地方叫做 就是中山大學的 魚駐停車場 可是他有個名字 我要看我的報告才會想起來 去那邊做宣訪 然後呢 我在現場就觀察了 其實民眾會餵公子 這個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呢 很難取證 因為他偷偷的餵 而且呢 警察如果沒有看到 這個動作 他是沒有辦法處罰他的 這樣子 所以你想想看 他說他一個月 大家開兩張勸導單 你覺得台灣 你覺得真的 就只有這些人在餵公子嗎 可能是這裡的十倍或百倍 對不對 說實在的 而且呢 這些遊客上去 其實是會要看這些女孩 好 然後 我在那邊 一個下午自己的心情也是這樣 因為 你看那些猴子裡真的會心動 你看他這樣 老老少少 然後 你會有心動 你就會想說 很想為他們做一些什麼 這樣子 然後那個 那個想做什麼可能就是 你知道嗎 就拿出來 就為他們吃東西 真的 那種誘惑是很大的 可是其實受傷的猴子 還蠻可憐的 因為他們現在就是 有一部分的猴子就是 他們現在還沒有找出那個問題 他們現在委託那個 平科大的研究團隊來做研究 就是有脫毛的這個現象 你遠遠看喔 他從 你從這邊看過去 山兵那邊 那個一群猴子過來 就看到背上 有個人背上就是 凸一塊的這樣子 可是他們現在還不知道 什麼原因 那我的報導裡頭 我會舉一個例子 他們有去做檢查就是 它並不是黴菌引起的這種頻率 意思就是說 他們可能是內分泌造成的 那這個 會造成內分泌失調的原因 有一部分可能就是 跟壓力有關係的 那其實我們 如果對這些資訊 沒有更多的了解的話 我們可能就會比較為說 啊 怎樣怎樣 都是尼猴的錯 那其實有部分 並不是像我們 所理解的那樣 特別就是說 我們常常 媒體在報導 常常都會說 我自己也是媒體 也是會說 那個猴子去 去傷害人 那可是其實喔 就受判就有人 會邀請我去觀察 他就說 你們報導 就只有事件發生的 這樣一刹那 可是那前五分鐘 你只要多看 多觀察前面那五分鐘 你就會知道事情 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喔 好 那所以呢 今天一開始就要跟大家 邀請 來重新認識台灣名 然後我去想想看說 那他在五環境 他都所扮演的角色 特別就是說 我們也許去想想看 我們都說這個是生態系 那生態系 會出 會有一些 互相抑制的那種功能 所以我們就來問說 那台灣彌虎的天底是誰 就沒有 沒有齁 是一開始 對 絕跡了嗎 不是一開始就沒有嗎 那誰讓他絕跡 你們知道的天底有誰 那是人啊 雲豹還有呢 那人是主要對的 狩獵嘛 狩獵嘛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其實熊鷹也是啊 其實喔 比較大型的猛羹 不要說是熊鷹啦 就是比較大型的猛羹 我們去抓小猴子 呃之前那個 呃孫月薰老師 他們的研究室就 就有 就有看過那個熊鷹去 那個叫小手嘛 然後那隻 那隻 那隻猴子喔 不是小猴子 是雅成蹄 雅成蹄大概一歲左右 他三公斤 其實是很大一隻的 可是呢 熊鷹 他的情況好不好 挺不錯 啊所以說是誰讓他們 誰讓他死天底消失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再想想看 然後我們人類真的 要扮演天底 我覺得人類扮演天底 還蠻辛苦的 好 我寫的份子 關於彌虎 有沒有什麼部分 還要出來討論 因為我覺得 欸 好像 我們也很多順序講 全台灣都是 多種 對啊 對啊 除非那個母親 除非是外來種 什麼啊 台灣有外 沒有 外有別種的 很多啊 圈養的 紅毛猩猩什麼的很多啊 那不算 紅毛猩猩不算 好像原生種 就只有台灣民眾 對 所以是唯一的領長類 好 台灣民眾有什麼要講的 這樣好像講一塊 請問一下 就現在 就是社會大壯兩派 就是要複殺 或者是要保留他的 他們兩方的正結點有共識嗎 那在這個正結點之下 政府的官單位 他有什麼秘密措施嗎 現在就主要是 農民的 就是說造成農損的這個部分 那還有就是 呃 譬如說 獸山的 明猴他們會力氣到 他會跑到山下去 獸山是個隔離的 他其實是個被城市包圍的一座山 那他們是 呃 我不知道明猴喔 是不是跟三槍一樣 他的腫圓已經被孤立了 因為 彌猴的活動力是比三槍還強 三槍是要走在樹下 可是彌猴是會跳一跳去 然後上次我問那個時候 管處的人 他跟我說 好像在清朝的時候 他們還 民眾還會有 還有記錄到說 好像沒到什麼樣季節 啊 這個彌猴就會往 往特地 就往 越過大江山還是哪裡 就往一個方向去 可是現在這麼幾百年來 他是不是已經變成是個 呃 獨立的 就是說他的 經營有沒有再跟其他的地方交了 這個都不清楚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就是說 他基本上在財山市被城市包圍 所以他只要 山上呢 呃 沒有東西吃了或是 呃 怎麼樣他就會 跑到街道上去 所以不是常常會有新聞說 山下的那個CVL常常會有 民眾進去搶 然後呢 現在財山民眾嚴重到拱地步 就是說 你只要帶著塑膠袋 他就會去搶 其實塑膠袋裡頭裝的是一些 嗯 就你不是可以吃的東西 他還是一樣會搶 所以呢 那個警察 只要看到有人騎摩托車 上面掛著那個 然後就會叫他趕快走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問題 就常常一直被放大 呃 濃水的部分可能是最優先 嗯 就是被最受關注的啦 所以上次不是有研討會 嗯 而且就是 還有一個部分 我覺得也是蠻麻煩的就是 這明明就是農業的問題喔 可是我們的農業部門都不出門 不出門 不出面 然後呢就交給保育團體他們 就是保育主管機關的務局去處理這件事情 如果覺得專長不是農事啊 他不是農業啊 那這個東西我們木門之間 即使一樣都是農業部門 他們彼此是不溝通的 木門之間是不溝通的 所以他就丟給那個保育主去 所以他們私下 會很無難的跟我講說 我是做保育的 可是今天一定要我就告訴別人 怎麼殺猴子 我們台灣就是這樣 我們台灣政府就是這種心態喔 所以你說我們共識這個部分 我自己私下訪問來參加的農民 他其實他們認為說 這個問題並沒有這麼嚴重 我自己跟農民這樣溝通 他們覺得並不是這麼嚴重 而且他們覺得專家體構的那些什麼 微電網什麼的 對他來講根本就是 就是不太可惜啦 因為他們喔 譬如說山上的那些水源 他們並不是在平原上面 不在平地上 他們都是有一些坡度的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降電 所以他們認為呢 用人去驅趕是最好的 但是呢 用人去驅趕是最好的 但是呢 其實簡單來講就是 補貼要勞務啦 不要拿錢給他去找別人來 因為別人不會上下班 可是迷惘不會跟你上下班 所以就是說 是有解決的辦法 但是呢 我們的政府這種 很有趣的這種 部門文化喔 就讓這個問題就變得 就沒有辦法解決這樣子 你說讓保育 所以禮物局 保育組局跟農民溝通 其實我覺得 在語言上是有隔壁的 而且目的應該也有些差異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 在裁三的這個部分喔 這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陳列寿管署還是有好處的這樣子 他們還是 他們還是會 就是會真的去想這些問題喔 就是很認真的去想這個問題 就終於有個單位的 很認真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要保育民喉 那我要怎麼樣保育 讓民眾不會討厭他 所以他們是做了很多努力啦 不過因為他們現在是籌備出國 人力還不到 人力都有辦法 那所以說其實還有很多 很多理想是大不道的啦 我目前的觀察是這樣子 那其實私下殺猴子的應該都有吧 食物也是啊 白海也是啊 這我覺得很寶貴的一種 有些人可能都有生命危險 好 我們就是要講一個 食物狀況性 因為我們食物狀況性 所以台灣民喉呢 就讓他有一點點 不同的思考層面喔 那希望說 以後我們再看到這些議題的時候 也可以多一點說明這樣子喔 嗯 譬如說 我就是就剛剛就是 剛剛民喉的這個議題 你在報告的時候 你會怎麼去 因為你剛剛有其實提了很多的問題 那你會在文章中都呈現 這些問題讓大家去思考 還是說你如何去取捨 你要怎麼就是報導的面向這樣子 其實我自己後來也能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生物狀況性它是個報導的領域 可是生物狀況性主流化 它是個價值 所以就像性別主流化是個價值一樣嘛 對不對 你在考慮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想說 欸 這個放在不同的性別上 是不是都 這個機會都是平等的 那生物狀況性也是一樣 你做了這個選擇 是不是對生物狀況性是好的這樣子 那所以說 呃 我只能說 我在寫 我在報導的時候 我常常想到就是說 那這個對生物狀況性是有助的還是無益的這樣子 對 然後呢 記者其實 呃 大家寫評會是另外一回事啦 報導 基本上本身就是要呈現事實 只是說這個事實可能是經過你檢習的 那那個就 差異就會有點 就會不一樣 就是 我可能覺得這是重要的 可是別的記者可能覺得那個是重要的這樣 好 我發現我今天整理了 這篇講稿 一共用 一共找出了三十被我寫的報導 然後其中有十五篇以上呢 都是 軟分享率不破百的 都是超級冷門的這樣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生物狀況性這個一體其實真的 在緩之還算是冷門就在冷門這樣子了 好 我不知道